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大三租房还要长很多 阿茶仔这里求个三连不过分吧 那至于事情的真假 大家也不用猜测了 就是故事 但是真的很精彩 这将是本连载系列的第一期 专门给大家下饭睡觉听的 但是这周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公司太忙了 只能赶出来这么多 还请见谅 下面就有我带着大家 来揭开一本古书的秘密 这本书是我奶奶在弥留之际教给我的 里面都是一些大家没见过的民间怪术 为了证明是真的 我还用手机拍了张封面给大家 并在上面打上了我的水印 奶奶以前是村里有名的巫婆 因为她擅长使用罕见的轻浮虫 给人打鬼治病 所以大家都叫她轻浮婆婆 而奶奶给我留下的这本书 叫《三十七门秘法悬术》 是由轻浮门的鹅姑汇变而成 里面记录了各种各样怪异的秘书 而且书里的字画都是纯手工绘制 但也正因为这本吓人的怪书差点要了我的命 甚至让我这个曾经崇尚科学的人 都相信了鬼神之说 事情最开始是2011年的暑假 因为那个时候奶奶正处于弥留之际 所以爸妈就把她从乡下接到了我们镇上 那天晚上奶奶就叫我单独进了房间 拿出了这本用红塑料袋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古书 我当时还小不太懂事 还高兴地以为是给我的遗产呢 可结果就拿出来这么一本破书 而奶奶则告诉我 这是轻浮门鹅姑留下的不传之书 这本是后人的手抄本 原本分为阴阳两侧 阴为邪 阳为正 我这个就是阳本 奶奶说她现在已经快不行了 这本书不能被自己带到棺子里去 所以就偷偷交给了我 她说我爸爸没有灵性 人太笨 给他也没用 并叫我好好留着 有朝一日终会用上 而且会帮助我很多 还说如果我以后真遇到什么绝望的事 就叫我去找她年轻时候一节金兰的姐妹 也是个艺术高人 比她还厉害 然后奶奶就在给我这本书后的第二天早上去世了 而那个时候的我刚刚从学校毕业 不久之后我便离开了老家踏上了打工的路程 因为担心奶奶交给我的书放在家里会被爸妈给弄丢了 所以我就把书放到了行李箱里一起带到了杭州 那会儿毕竟刚出社会加上工作原因等等 渐渐的差点都忘记了这本书的存在 直到几个月后的某天周末 我终于从乡底把它给拿了出来 头一次打开第一页我就觉得书很软 毕竟年代很老了 具体是哪个年代不太清楚 也没有出版社 也没有注明是谁写的 总之奶奶说是汇编的 所以应该是收集民间法术的方法吧 上面半白话半文言文 我也能勉勉强强看懂个大概 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民国左右写出来的 保存的还挺完整 虽然颜色发黄但却没有破的地方 起初我觉得这玩意八成就是假的 因为上学的时候接收的都是科学思想 所以我压根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 于是我开始翻看第一页的通灵调解书 书上说的是教人怎样通灵 让死去的鬼魂跟自己对话 来帮助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 我当时吧是越看越害怕 越看越难受 总感觉一个人在房间里阴冷阴冷的 所以我就索性把书放到了枕头底下 直接不看倒头睡觉了 就这样一直睡到了晚上才醒 然后九点多的时候出去吃了点东西 可回来后怪事就开始了 我在这里想说这本书不是什么秘籍 应该是专门让人倒霉的书才对 因为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 我就发现门后的墙上有一大片湿了 就好像是被泼了水 面积有人那么高 我越看越像是一个人的形状 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影子呢 可拿手那么一抹冰凉刺骨 抬头再看看天花板也没有漏水 那这怎么怎么回事 虽然我是个男的 但是一个人住一间房 遇见这样的灵异事件 也在所难免会害怕的呀 总之那一刹那惊悚感瞬间有上心头 不过想想可能是回潮吧 所以我就没管那么多 没过一会儿那个潮湿的印记就消失了 我则是继续躺回床上玩手机 可是玩着玩着那本书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觉得自己的思绪很乱 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借着夜晚的气氛 我再一次翻开了第一页 上面记录的通灵调解术应该是最简单的 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除了要准备一些必需品以外 好像也没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脑袋里就想到了一些怪异有趣的事 之前总听人说到哪里哪里租房子 也不知道先前有谁住过 如果有脏东西的话 搞不好还会给自己带来霉运 而我目前居住的这个房子才刚刚搬进了不久 所以我就想着那不如我用书里的通灵调解术来试试 看看这个屋子里有没有那种东西 由此就可以证明这本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不过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 手里又没有那些必需品 所以就只能明天再去买 等到了第二天下午 我就采购好了书上所说的一些东西 上面说的通灵调解术有两种 一种好像还挺复杂 准备的东西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 另一种相对简单 但却要掐对时间也就是夜里十二点 并且还要准备五色纸前各一张 一个装着三分之一净水的碗 碗两边各点上一根红蜡烛 再放上一根金属带孔的勺子 勺子尾端朝着我的方向 最后再准备一张四寸宽的正方形黄纸 纸的四角各自写上天、物、地、规几个字 中间再画一个小人就行了 当然那几个字我肯定是照着书上的繁体字写的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反正就照葫芦画表写上了 当时我傻不拉几的想想都觉得紧张刺激 还觉得自己很变态 这大晚上的人家男男女女都在灯红酒绿纸对金迷 我却在家看封建迷信 测试自己的房子有没有那个东西 想想就觉得好玩 之后我就把画好的纸压在了碗下面 然后用红绳系在勺子尾端 现在另一头也压在碗的下面 最后掐准了时间 我就坐在跟前面前铺着五色纸钱 红黄白绿紫 紧张的时刻就开始了 但我确实有点害怕 不过做都做了 我只能壮着胆子对自己说 如果试了以后是假的 没有鬼的话 那么奶奶给我的这本书就是假的 我完全可以不用管了 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好好珍惜这本奇书 反正我是各种安慰自己 然后等时间一到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我就感觉窗外越黑风高的 还有真正凉意来袭 手机电脑也都被我设置成了静音模式 就防止突然想起来 把自己吓得半死 之后我就按照书上的方法 要先开五官 就是在第一张红纸上写 一开入门关 写完烧掉的灰烬要放到碗里 按照书上说的 烧完第一张纸后就会有寒风拔地而起 不过这一点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紧接着就是第二张黄纸 写上二开水火关烧掉 第三张白纸写 三开碧头关烧掉 第四张绿纸写 四开中堂关烧掉 最后一张紫色写 五开现眼关烧掉 等五张纸前全部烧完以后 书内说碗内的灰烬会悬膽内部落四滴而起 意思就是说会在碗里转圈 这就表示成功了 此时还要配合口诀请他现身 要是不肯现身的话 就要用红布盖住头 然后听他在耳边说话 这个时候就要一问一答 他不说话你就得先问 要是不问就不好了 可是我等了足足五分钟 也不见神奇的现象出现呢 碗里的灰烬黑乎乎的 啥也没有 看来书上说的肯定是假的了 不过也可能是我步骤错了 等了都五分钟了 还是算了吧 我发现我真是傻的可爱 哪有这种事啊 于是我就准备收拾收拾躺着玩手机去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 我突然抖了一下 就是那种身上突然很冷的感觉 紧跟着桌上的两根蜡烛好像暗了很多 这一下给我整的都快吓死了 我正要去开灯 就听到叮叮叮的声音 打眼一看 卧槽 正是那个金属勺子和碗撞击发出的 也就是说勺子动了 此时我的心情真的无法形容 这么说吧 我就好像被扔到了一个黑洞里 感觉周围到处都是危机 动都不敢动 而且这期间那个勺子一直在动 叮叮叮的声音简直要了亲命了 我想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肯定有科学的解释 于是我就装着胆子 把那个勺子和碗拿了起来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我直接裂开了 就是刚才在那个方形纸上 画的小人居然消失了 这不科学呀 明明用记号笔画的小人真的不见了 我直接懵逼了 就说奶我害怕我不玩了 然后还没等我从恐惧的情绪中稳定下来 那两根蜡烛自己去开始慢慢烧了起来 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化学反应 于是我赶紧把蜡烛吹灭 扔进了垃圾桶里 但随后我才反应过来 书上说通灵一发不可收拾 要礼币送魂 也就是说要有始有终 可我却跟个白痴一样 一紧张什么都忘了 后悔了也来不及了 要真有那个东西 今天晚上非馋死我不可 总之我是越想越紧张 坐在床上抱着枕头 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房间更是鸦雀无声 之后大概又过了五分钟 我看没发生什么异常 就以为可能过去了 刚才也许真的是一些科学 无法解释的巧合吧 于是我摸摸心口 准备起身喝口水压压惊 但是我却发现 自己的两条腿不能动了 就好像有个人坐在上面 不让我起来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 很难受很可怕 浑身全是汗 并且我还闻到了一股 从卫生间传来的烧焦味道 没办法 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房子着火吧 所以用尽全身力气可算勉勉强强站了起来 走到厕所就发现是里面的垃圾桶着了 应该是刚才蜡烛上的余温点燃了塑料袋 我则是赶紧用水浇灭 之后又吓得跑到窗边坐在地上靠着背 然后把书拿到手上开始仔细翻看 希望还有补救的办法 就这样 我一边紧张地看着书 一边手都在发抖 书上说一定要按照顺序继续做完 刚才绝对是我不耐心等待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所以事实可以证明 那个东西八成已经在我房间里了 也许此时就在我身后跟我一起看书呢 我想如果他不现身的话 我就只能抓起红布顶在头上 跟新娘子一样 但没办法 我就按照书上的口诀 一边拍着大腿一边说 我招你三尺三寸魂 请你过来莫惊慌 我说完口诀你来答 你不愿答请速速退出 我连着说了三遍口诀后就停下了 尽量让心跳慢一点 等着那个东西给我回应 房间里呢静得出奇 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了 也就在这时候 我突然被吓得一愣 就在耳根处 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有个如同从山谷传来的说话声 怎么形容呢 就感觉那声音很飘渺 又像是那种老式录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听着浑身发麻 那是一个很细微的女人声 她说我叫什么真 具体的我当时没太听清 她说自己是赶路回家丢了魂 爸妈找我回家门 找不到魂 找不到魂 然后就没声了 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呢 她是不是就坐在我旁边啊 这要是我一掀开头顶的红布 有个猙獰的女鬼伸出爪子掐我 那我不得活活被吓死呀 我的奶奶呀 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啊 最后纠结了半天 我就颤抖地问 三尺三尊魂 你叫什么名字 过了一小会儿 那个女人冰凉刺骨的声音就回了一句 我叫缺手珍 赶路回家丢了魂 爸妈找我回家门 找不到魂 找不到魂 接下来我俩再次陷入僵局 我到底该问些什么呢 急得手都直出汗 于是就只能再次问 呃 缺手珍 缺手珍 你来这里做什么 又是一会儿他才回我 说今天被你招进门 要你送我回家门 我是听得浑身不自在 恐惧的内心竟然还有一丝丝好奇 给你个鬼送回家 我怎么送 脑子里又变得乱糟糟的 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感觉自己惹上了杀身之祸 要么死 要么送他回家 我呢 稍微镇定了一会儿 就继续颤抖地问 缺手珍你别害我 我帮你 那我要怎么送你回家呀 又是几分钟 我耳边再次想起了那个女人声 西南墙角三吊前 烧掉数我进你的门 把我收进磁钟内 焚香三天不断火 方能启程回家门 哎呦我操 这女的生前说书的吧 讲得这么押韵 但是我也没办法 谁让我主动招惹了人家呢 于是我就说 好好好 那你能不能不要害我 我肯定送你回去 之后他安了一声 我就当是他答应了 但是头顶的红布 我还是不敢揭开 就说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了 我现在就出去买香买纸钱 给你熟出来 等了半天没再听到任何声音 我就带着紧张 一边掀开头顶的红布 一边问 缺手珍你还在不在 我要掀开了 缺手珍 大家也别笑唤我害怕 毕竟这种事 搁谁碰见了 谁会相信 说出来就跟故事一样 然后慢慢慢慢地掀开以后 我惊悚地看了看房间 只有一片寂静 随后我就试着站起来 松松胳膊走了两步 确认安稳了 我这才放心下来 但是这个屋子 我肯定是不敢待下去了 所以就趁着夜里 直接跑了出去 你说这种事应该告诉谁吧 打电话告诉爸妈 还以为我神经病呢 报警 人家不给我送到精神病院 就不错了 自来想去 那就只能单干了 可是这个点 收一店都关门了 我也不能顶着我的红布 蹲在地上 跟个老改犯一样吧 最后抱着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的心态 我就硬着头皮又回来了 并且刚一进家门 我就自言自语说 缺手珍 我出去了 但店都关了 我明天早上一起来 就给你安排好不好 你不说话 我就当您是默认了啊 总之那一夜 我都没敢睡觉 点着灯 抱着奶奶留下的 这本古书不听研究 心里还想着 奶奶要是还在的话就好了 这样她还能帮帮我 之后好不容易 熬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赶紧出门 买好该用的东西 回了后就开始烧纸钱 一边烧一边喊她的名字 并在地上铺好红纸 把瓷钟放上面 掀开盖子 继续烧香 把窗帘拉上 她说香入了瓷钟 就代表她进去了 最后再把盖子盖好 包好红布即可 我呢一顿操作下来以后 就蹲在旁边等了很久很久 就看到那个清烟 往瓷钟口的方向 飘啊飘啊飘 等烟不再飘的时候 我就把盖子给盖上了 因为三天不能断香 我只能打电话 跟领导请个假 守在家里看着 等着三天后 听阿珍吩咐送她回家 就这样 我是一天又一天地坚持 期间好几次都差点睡过去 可算是熬到了第三天晚上 太阳一下山 守着最后的香烧完 我就把红布顶在头上 问缺手针 你有没有来 我在等你 这一次我等了足足有一两个小时 她的声音才终于在我耳边响起 我一边拍着大腿一边问 一问一答 她都说得清清楚楚 哪个地方哪道门 门前有什么 然后还让我在手上拴一个铜铃铛 只要铃铛一响 就得去路边烧纸钱 我就按照她说的一步一步来 一开始坐了一段公交 来到了一个偏近的郊区 这里民间房比较多 好像还是带签的 我就继续往前走 但是还没等走几步 手上的铃铛就叮叮当当地 自动响了起来 看来是得烧纸钱了 于是我就跑到路边的树下 点火烧了点 之后起身走 反正来来回回一共烧了三次 最后就到了民间房跟前 她说门堆着一米高的旧红砖 砖上有一双烂掉的老布鞋 我过去一看还真有 她就让我用粉笔在门上 画一个狗洞大小的小圆门 再把瓷中放在跟前 打开红布掀开盖子 点上一炷香 等香烧完了才能走 走之前还要把门上画的小圆门给擦掉 并且在烧香的这期间 要是有猫啊狗啊过来 一定要赶走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要求了 然后等香烧到一半的时候 我还真看见了一只肥猫 就站在我跟前竖着尾巴看着我 还嗷呜嗷呜地叫 我就拿起门前晾衣服的竹竿子 把它给打走了 可是好不容易快等到香烧完了 又突然来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牵着一条黑狗走到我跟前 也不说话 就那么瞪着眼睛瞅我 那个狗还在旁边不停地乱叫 于是我干脆用嘴吹 把香吹得差不多了 再把门上画得擦干净 之后站起来就跑 反正遇见这样的事 我也是真倒霉 不过好在把那个东西给送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就暗暗发誓 再也不玩书上的东西了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我估计小命都不保 要不是奶奶临终前 嘱咐我好好保管 我真想一把火烧了它 而关于这本古书 带给我的第一个经历 就到此为止了 回家后我还担心 房子会不会有事 但显然是我多虑了 不过我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等我下回揭晓 下期预告天涯神铁连载片2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有相关联谊经历的 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